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528集 听到老胖的一番叙述 张凡笑了 还不是一个正经和尚 他半个小时前到了村子 到了村子以后便找到了我 希望我可以帮他安排一个住宿 可是我们家里已经住满了 实在没地方给他安排 这和尚一直在我的身边 我也没办法给您打电话 询问您的意思 前两天 刘存志是您带过来找我的 我感觉您应该和他通过气了 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刘存志的家里 张大师 我这么做没什么事吧 我现在刚从刘存志家里面出来 现在还在回家的路上 这如果不行 我马上重新安排 没事 刘存志一定会有分寸的 这和尚有没有问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行为啊 哦 他问我我们村的坟地在那 除此之外 倒是没有问过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不过 我感觉他也是为了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什么 乙和风水局来的 这乙和风水局会不会就在那个坟地啊 坟地 张凡轻声呢喃了一句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 也很有可能只是烟雾弹 毕竟他之前说过 他过来是帮村子避邪的 而坟地 是最容易招惹邪碎的地方 嗯 这倒是也有道理 哎 对了张大师啊 刚才刘存志把您的电话号码从我这里要去了 我估计 当他安顿完了那个和尚 可能会给您打电话的 老胖的话音刚落 张凡便感觉 有电话打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 手机上面的电话号码 那是一个 归属地 是平山市的陌生号码 这很可能 就是刘存志的 住在你们家那几个人 有没有什么特殊举动啊 暂时还没有 我虽然没在家 但是我让我老婆一直帮忙盯着 他们今天一天都没有出过屋子 老胖是村委会主任 应该是有些事情要处理的 他老是待在家里面不出门 反倒会引起 他们家里面那些人的注意的 那你和你老婆注意一些 先不说了 可能是刘存志打电话过来 说完了 张凡便把电话挂了 而后 接通了另外一个 依旧在响铃的电话 喂 是张凡张大师是什么 我是刘存志啊 是我 老刘 听说你们家里面 住进来一个和尚 对 我打电话 就是要和您说这事呢 你这电话在哪打的 那和尚在哪 如果两人距离不远 和尚就有真气 凭借他那敏锐的感知力 是能够听到刘存志的说话的 我在我们家的厕所呢 那和尚在我们家屋里面 我们两个的距离 大概有二十五米左右 而且 这厕所四面都有墙 还有顶棚 我也怕那个和尚 本是高枪而立超群 所以故意离得远远的 张凡点头 这个距离 加上房子是密闭空间 厕所也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 即便是和尚 真的学有真气 他也是听不到的 张先生 您上次来的时候 就问过我 有没有陌生人住进村子 虽然您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但是 我感觉您一定是有事 这陌生人现在住进了我们家里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吩咐 我一定全力配合 刘存志对于张凡和欧阳 一直是心存愧疚 毕竟 他当初害过两人 他一直想要弥补 但是 根本就不在一个生活圈 所以 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办法 现在 很可能便是一个机会 所以 他想尽力弥补了 谢了 张凡感激了一声 人家主动帮忙 感激是必要的 张大师啊 您太客气了 对了 那个和尚 的确是有一些怪 怪 怎么回事 我安顿他的时候 发现他的包裹里面 装留十几块 巴掌大小的反光镜 您说 谁出门会带这么多反光镜啊 听到刘存志的话 张凡眉头一簇 紧跟着问 你有问过 他为什么拿这么多反光镜吗 问了 他说他一直在外游历 他这个人比较爱美 每天都要照镜子 所以常被反光镜 而这些个反光镜 又十分的脆弱 所以他就会多拿一些 他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十分牵强啊 我根本不信 可是我再问 他就不肯搭理我了 故意把话题岔开 张凡听到刘存志的一番回答 微微点头 很显然这和尚是在撒谎 并且他根本是不想说的 随身拿这些个反光镜 一定是有用的 如果也是为了以河风水区过来 那这些反光镜 很可能和那个风水区有关的 这些个镜片 是什么样的形状啊 圆形 个头都一样 直径大概十公分吧 这些个东西本是拿硬质板给包着 他一开始把那些 叠放好的反光镜拿出来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那硬质板里面包裹的是镜子 由于他拿的位置太靠边缘 硬质板受力不均 导致那些硬质板被扯裂 我就才看到了反光镜啊 啊 我知道了 老头 老头 你在哪啊 这时候张凡在话筒里 听到了一个略带间隙的声音 那个和尚叫你吗 是的 张大师 那我先挂了 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再联系你 好 刘存志的年纪比老胖大 精力也比老胖多 从那行为举止来看 在探查消息方面 他比老胖要老到得多了 等张凡把电话挂了 李亚文说道 张先生 这边就交给小静收拾好了 咱们去客厅里面坐会儿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